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由甜蜜杀鸡痴情男子汉的导演 连一齐指导 张绍淮、柯佳燕、明道、陈乔恩、马志祥主演 这是一部台湾电影 我没有看过去年上映的痴情男子汉 但我有看过连一齐导演之前的 另外一部电影《甜蜜杀鸡》 我觉得还算好看 这部《市长夫人的秘密》 一样是一部水准之上的政治喜剧 有给台湾电影带来一种不同的风格 《市长夫人的秘密》 不是那种一般的喜剧 而是黑色喜剧 《甜蜜杀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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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些笑点跟喜感 都是从我们的生活周遭长出来的 算是一部蛮接地气的电影 非常有导演个人的独特风格 但换言之 它也不会是一部 让每一个人都很喜欢的电影 我自己好像是 特别喜欢这种黑色喜剧的梗 这部电影在以小人物为主角的故事中 还用了非常多的力道 去表达我们对政治人物 又爱又恨的无理感 有很多好笑的失误 跟小小的人格缺陷 用《众议》节目来嘲笑政治人物 用《爱情难题》来比喻政治真相 用是非题来点破政治困境 尖酸有力 讽刺又殆尽 电影中某些地方的酸度 不然我还以为在看卡提诺狂新闻 英文片名叫做 Let's cheat together 乍看之下 你还以为在讲一对开放式关系的情侣 彼此各自偷情的故事 但是这个cheat 除了偷情之外 应该还有作弊的意思 这个作弊呢 似乎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剧情主轴 其实市长夫人的秘密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部 像满天过海那样子的 怯盗片 或者是神偷片 或者是之前港片很流行的主题 骗术 照理来说最容不下谎言的政治还有爱情 在这部电影当中 都是不能让人相信的骗术 这部电影的最后 政治人物和爱情综艺节目结合在一起 看起来是有点牵强 但是其实你只要在台湾住久了 你就会觉得这一切非常的自然 政治人物跟综艺节目 其实一直都蛮合得来的 而在政治和爱情的骗局当中 最无奈的一件事情 就是选择被骗的人 当然这有分知道自己被骗 或者是不知道自己被骗的人 而且现实生活中 我们都好像活在这样一个荒谬的困局里面 相信爱人的甜言蜜语 相信政治人物的伟大愿景 我们才能相信自己是被爱的 或者是明天会更好的 而选择觉醒的人呢 也往往在下一刻就陷入另外一个欺骗自己的困局当中 而这部电影当然没有给我们什么解答 或者是要传达什么伟大的理念 我觉得主角张绍槐演得不错 客家演演得很自然 但是有一点不讨喜 我很喜欢明道阿肯、钟瑶的表演 都在很怪跟很有趣之间做了不错的拿捏 他们的表演都帮这部电影加了不少的分数 陈乔恩饰演的市长夫人 其实是整个剧情的重心 我觉得他这个角色演得很不错 但是跟真正的政治人物相比 好像还太收敛了一些 马志强戏不多 但是几场戏下来 我觉得他是所有台湾演员里面 我看过把政治人物演得最好的一个人 这部电影跟甜蜜杀鸡一样 不看到最后 甚至你看完之后 你还是没有很清楚 导演想要借由这个故事讲什么事情 需要花一点时间厘清 或者是需要跟一起去看电影的朋友 在看完之后讨论一下 不过整个观影的过程 我都非常的放松 然后很享受这部电影带来的乐趣 相较于《血观音》 或者是《大火普拉斯》 这是一部清爽不油腻的台湾社会电影 我会推荐给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被骗的人 去欣赏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牛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 拜拜